各位追新聞的讀者 你們好 首先補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聖誕 這次是2023年度最後一次錄影評論 上個星期我和十多個朋友都分別 選了我們心目中的2023年最重要的新聞 今天趁著也是最後一次年度的錄影評論 不如就對今年的香港社會做一個整體性的總結 和展望一下未來的情況是怎樣 我想在香港生活的朋友應該做深層感受 就算在海外的很多香港人 如果留意香港的情況都知道 香港過去一年無論在政治 經濟 社會各方面 仍然都受著中國共產黨的胡作非為 受特區政府這班官員的不斷誘韌 是各方面都持續變壞的 這個我也不需要解釋 只要大家老實一點 大家都知道的了 政治上大家清楚了 繼續用國家安全的問題 作奸繁科這個政府 繼續去迫害很多人 根本有幾宗重要的案件都是 在同一個審訊 連尾連黎智英都開程了 那充分就向全世界展示 一個本應是有效的合理的發展制度 怎樣受到破壞和摧殘 除此之外 在政治上大家看到 就是香港的選舉 有一個不是太過全面 但是都算是在過程中上算公平的選舉 現在變成一個赤裸裸的假選舉 區議會選舉充分說明 假選舉是可以多虛偽 仍然可以異正慈嚴的這樣說 在這樣的選舉之下 自然就會令到公共行政都會敗壞 政府的文責精神受到破壞 政府甚至利用他們的權力機器 去破壞香港的法治 令到香港的法院成為了政府的代理人和打手 香港的司法獨立受到嚴重的破壞 這是有目共睹的 是不可以否認的 那些所謂的國安法的法官和一些國安法官 那些判詞多麼荒謬 一些不適合法律的人都看得出的 那你香港的政治壞壞情況 可以說在過去一年 不但沒有收斂 還變本加厲 明年可能就會繼續制定23條 那就真的雪上加霜了 經濟亦都一樣 香港的經濟過去一年確實都陰霾滿步 經濟增長沒有原來那麼好 政府出現了大壓的赤字 跟著經濟表現沒有全民中的復甦 去年下半年 當特區政府宣布逐步會取消那些不合理的 所謂的防疫政策之後 就說香港回來了 但大家看到今年經濟各方面都還是很差的 去年底中國大陸取消了十分荒謬 我兩年前已經說了 沒有可能成功的動態清零 終於行動說明了他們都知道失敗了 把口怎麼說是沒有意義的 大家知道失敗的了 那麽跟著那時候就說 取消了動態清零 就是勝利完成之後 他們的說法 勝利完成之後 跟著經濟就會有報復性的反彈 結果也是落空了 過去一年加細到香港經濟各方面指標都很差 當全世界的股票市場都上升的時候 香港和國內的股票市場 去年底是去到十幾二十年的 國家主權移交以來的低點 香港的政府的財政赤字 上半年可以說是十分之驚人 下半年應該都沒有得到的了 香港的租金 樓價繼續調整 香港的出入口貿易 過去一段時間也都有十幾個月 是持續出現負增長 這是七十多年來小見的 香港的寫字樓的控制率 特別是格級寫字樓的控制率 鋪毀的租金 樓宇價格 這些都是跌的 這些都是香港一些很重要量度經濟表現的指標 幸好香港的失業率還是挺理想的 就是比較低 大家都還有工作 但是租金 樓宇價格 寫字樓的出租率 以至鋪毀的控制率 這些因素再加上 我們年底都有報導講到有70多間機構 將它們的地區總部移來了香港 香港繼續在面對海有資金流失 沒有新的資金流入 這些因素加起來其實是令到香港的經濟根基 是不斷受到削弱的 香港過去能夠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國際性 現在你破壞了香港的制度 無論是法治 或者是行政都破壞了的時候 沒有了這個合理的資訊流通 沒有了言論自由 法治受到破壞 政府變得這麼不問責 而政府那幫人是這麼窩囊 這麼低水平的人 這些都會令到經濟或者海外的投資者 難免會將資金部分調走的人 就算他不抽走所有的投資都好 他將部分資金攤分去別處分散的風險 這個都很合理 更加進取一點 將香港的辦公室 以及總部都千里 不要將這些彈放在這裡 從理性決策的角度是十分合理的 所以才出現我所說的 格級寫著樓仍然是雙位數的空置率 租金持續下跌 樓價跌了幾成 負資產亦都不在數字 買地成績相對不理想 跟著公共財政也出現嚴重的赤字 這些都是問題來的 經濟亦都出現了一年來 出現了十分之不暢順的情況 而社會就不用說了 就是繼續一言躺 香港公民社會受到中國共產黨 和特區政府的持續摧殘 大家都唯有躺平 大家連這個留在香港消費都廢視 或者政府對民間失去所有的號召力 民間組織也沒有辦法有效 制衡政府和將民間訴求 輸入決策過程裡面 一個這樣的社會 其實是很難管治的 也可以這麼說 一個社會沒有了這種 曾經有一個合理的制度 而造成的凝聚力 事實上也很難合理地發展 以為政治控制一切就可以解決問題 然後就透過夏寶龍 這樣的人 靠北九屁不東的八幅文章 以為解決問題 這些是十分之無知 所知落伍的倒闊來的 但現在特區政府 北京當局就是這樣做 但現在香港的政治 經濟 社會 公共行政也受到這麼大的破壞下 其實有沒有機會榮典會有逆轉呢 我相信現在看來 榮典的情況不會高得很多 甚至令人擔心會繼續變壞 繼續變壞的原因就是 剛才講到的幾方面 政治上的破壞 法治上的破壞 公共行政的敗壞 公民社會的受到打壓 以致香港的經濟的後果都是很難扭轉的 特別是經濟 香港的過去經濟發展這麼好 成為壓制的公民中心 或者香港人能夠賺取比較高的薪酬 香港的資產不斷升值 一個原因就是有大量資金入來 資金入來的原因就是香港的制度值錢 香港人能夠賺取高薪 香港資產持續上升 其實在一個良好制度承托下的一種日價 我們可以大約稱這些叫制度日價 或者叫制度紅利 因為這個制度是能夠產生正面的期望 因而產生了一些大量的資金流入 產生大量的經濟活動 因而形成了一種新的制度日價和制度紅利 反映在我們的樓價上升 反映在我們的資產價格上升 股票市場暢旺 香港人的薪酬上升 生活水平上升 是不是? 好了 現在你的制度承托受到破壞 剛才說過法治 行政 政治 公民社會 全部受到破壞下 就是說承托著經濟發展的制度因素 就已經慢慢受到削弱 甚至流失 很簡單的道理 你的制度基礎不再存在 制度日價 或者制度制度的紅利 從何以來 所以過去一年 大家看到了 樓價下跌 寫字樓出租率低 降低 甲級寫字樓租金下跌 庫位出現大量的空泡 造舖和商鋪的價值也下跌 正正在制度受損害下 制度紅利流失的結果 如果明年 政府繼續胡作非為 共產黨繼續作奸犯科 那香港憑什麼 出現有意義的反彈呢? 不再跌下去已經很好 而且不再跌下去也很難 因為制度仍然受破壞 明年會有23條立法 看不到特區政府會收斂 看不到共產黨會收斂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令香港能夠產生高增值的制度日價不再存在 過往 表現出來的日價成果 所以才會出現 樓宇價格下跌 租金下跌 甲級寫字樓的租金下跌 所以 現在看來 明年要留價升上去 股票市場暢旺 不是沒有機會的 但是我覺得好像要回復舊觀 很難的 原因就是說 就算現在中國共產黨停止作奸犯科 特區政府 停止活作非為也好 它在過去幾年所造成的破壞 已經令很多人失去了信心 你停止做壞事 而且 不會即時令到信心恢復 大家怎知道你幾年才是這樣的 何況 現在看不到政府 北京會停止做壞事 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香港各方面的情況不持續變壞 已經很好了 或者說 就算再繼續差下去也好 差得比較緩慢 不要急劇地下跌的話 大家可能就會比較舒服 但是我最擔心的是 現在 首先第一步就是 所謂制度日加 首先第一步的回吐 首先反映在資產的價值上 即是樓價和寫字樓的租金上 如果這部份繼續跌的話 接下來很難避免 就是勞動成本也是制度日加的部分 勞動成本可能需要作出調整 即是說 生意少了 業務少了 香港制度能夠承托的增值是低了 香港勞動群眾能夠賺取到的薪酬 所以政府很難像過去一樣 持續站在這麼高的位置 政府的高官 可能因為他們的薪酬不是看市場 政府會養著他們 但是很可能當公共財政繼續出問題 我們遲些詳細講講公共財政 現在不說 但是假設如果公共財政 今年上半年已經出現了 從來沒有過這麼大額的虧損 真是繼續出問題的話 政府很有可能真的會向薪酬開刀的 首先 很可能是新來新豬肉 新入職的那個薪酬機構要調整 那你私人機構也是一樣 隨著業務收縮 或者說它香港的活動是少了的話 它還需不需要這麼高薪請人呢 所以我擔心的就是 接下來這兩年 香港會經歷一個更加全面的 所謂成本結構的調整 除了樓價租金有下行壓力之外 連這個薪酬調整可能都會提上議程 我希望我這個估計是過於悲觀 但是你和常理去看 這個可能性絕對不容低估 因為剛才已經說過了 香港賴以高增長的制度紅利已經不再存在 制度承托已經受到破壞 隨著成本結構要調整的話 我們看到資產的價格已經在調整 勞動成本的價格的調整 事實上也很有可能會慢慢進入舞台 再加上近來 香港很多人都去海外消費 有可能令到那個過程更加快 因為如果你零售指導都搞得這麼疲弱的話 連內循環都死了的話 香港死得更快 我絕對對往海外消費的香港人是沒有意見的 因為我也明白 在香港這麼壓縮的環境 你真是很難 不在假期裏面去找一些出口的 所以 首先要負責的 就是作奸犯科的胡作非為的政府 我希望 這個估計是最後被證明是錯的 但是 香港人 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最艱難的日子 可能 慢慢會 才會出現 我說經濟上 政治上已經很差了 差了沒得再差了 接下來 經濟上的艱難日子 會慢慢出現 大家 希望大家做好準備 或者起碼有個心理準備 我們繼續關心香港社會 繼續留意香港社會 繼續譴責所有破壞香港的行為 最後 祝大家新一年 無論情況如何都好 保持開放開朗的心境 生活愉快 身體健康 多謝大家 報道無罪 知情有價 請即訂閱追新聞